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iamo qui per offrirvi un'esperienza di volo confortevole e sicura Oggi ci apprestiamo a viaggiare tra Italia e Taiwan dove terrà luogo una sfida culinaria tra cucina taiwanese e cucina italiana Grazie ancora per aver scelto il nostro volo e vi auguriamo un viaggio piacevole Grazie a t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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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是当地的传统菜肴之一 在传统上呢是在冬季时节制作 以猪肉和白菜作为主要的食材 这道料理呢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 是意大利人传统冬季烹饪的一个特色 猪肉和白菜为主要食材 那口感浓郁的猪肉呢会煮得非常的软嫩 然后白菜呢就是软嫩多汁 搭配这个番茄酱的香浓口感 风味丰富是一道真的很美味的冬季料理 那这道菜呢让身为就是米南人 讲米南话的我来说呢 我不得不把这个票呢投成平手 因为呢我曾经吃过米兰道地的这个卡瑟拉 同事的妈妈在里面还加了猪皮 Oh my god真的是吃到我真的是忘我 但是两个相比之下呢 其实我觉得各有特色 决定把神圣的礼票各自投给 白菜肉还有卡瑟拉 第三位的参赛选手呢就是我们的皮蛋瘦肉粥 这个皮蛋瘦肉粥呢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滋补养生食品之一 历史悠久 就皮蛋瘦肉粥是一道营养丰富 然后浓香可口的粥品 口感上呢粥深浓稠 然后皮蛋带有特殊的咸香 瘦肉丝入味嫩滑 清淡中带有淡淡的香气 那这个 Risotto alle Piemontese呢 Piemontese它是一个以米为著名的一个地区哦 以奢华的口感和浓郁的风味而闻名 那它这个特色与口感呢 就是它的特色在于浓郁的奶油cheese风味 然后还有蘑菇的鲜香 那它口感上呢意大利面煮至软嫩 但是带有一定的含性 那就是aliente 搭配这个奶油还有起司的香气 丰富而滋味浓郁 我不得不说 这一票就是我弃全 因为两个都太好吃了 好来让你们平手好了 平手 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小笼包 小笼包的起源呢 是起源中国上海地区历史悠久 成为上海著名的传统小吃之一 它的制作过程复杂 然后需要师傅们用心制作 因此被誉为点心之王 鲜嫩多汁的口感 和香气四溢的汤汁而闻名 口感上呢小笼包极薄 馅料丰富肉香与汤汁的结合 一口咬下然后就可以感受到满满的满足感 好呀这边讲到就是 Ravioria carne di carne 它这个历史的渊源呢 是一道意大利一道传统料理 历史悠久 它这个以其丰富的肉香和奶酪的浓郁味道而闻名 它这个面皮会煮到弹牙 料入味多汁 然后再加上这个起司的香浓 让每一口都充满了米味 得不说这个一票呢 我是绝对会投给小笼包 因为我最不喜欢吃的就是那个 意大利的Ravioli 它外面那个皮啊是比较硬的 然后是比较厚一点的 而且它不会爆脂 所以呢这一票 Mis piace 阿BAMO VIN 热炒海鲜炒面 对上Spaghetti Frutti di Mare Miso 热炒海鲜炒面呢 它的历史渊源 其实真的是一道流行在亚洲地区的一个主食 其实它是广东菜的一个代表之一 然后它的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然后口感丰富 深受人们的喜爱 一直在流口水 天哪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之一 我们的意大利对手 Spaghetti Frutti di Mare Miso 它的这个历史渊源呢 源自于意大利南部的海岸地区 那是当地的一道传统料理 其以新鲜的海鲜为主要的食材 配香草和番茄等地中海调味 呈现出丰富的海洋 风味和地中海的美味特色 I'm sorry 我还是要把这个神圣的一道偷给 Spaghetti Frutti Misto Frutti di Mare Misto 派出的是台湾的手抓饼 前身为葱油饼 皮酥脆 内里松软 然后这个青葱的这个香气四溢 意大利的万年不败的参赛者 Pizza Margherita 好的 Pizza Margherita Vete Vinto OK Ciao Gracias 期待在观看这个视频 Ciao 那究竟下一个参赛者有没有办法帮我们挽回一局呢 我们派出台湾蒜香香肠 以及意大利的Sasiccia 台湾这个蒜香香肠 猪肉和蒜末为主要成分 口感丰富 香味浓郁 那这个蒜香香肠肉质呢 是细嫩多汁 然后风味是非常的独特 蒙意大利的这个Sasiccia呢 与意大利的料理中 比如说像Pizza或者是面食 是意大利美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票不用多强 我的票呢 是要投给台湾的蒜香香肠的 因为呢 我也有马可的认证 那他呢 也是承认了 他觉得台湾的香肠 确实是比意大利的Sasiccia还好吃 羊肉 好我们就要来比羊肉串 PK Arostini Abruzzesi 这个烤羊肉串呢 是一道源自于中东的美食哦 然后最早起于古老的中亚地区 随着这个交通的巴达 这道美食被带到了世界各地 成为不同文化中的经典料理之一 意大利的这一道经典美食 那上一次我在介绍意大利美食的时候呢 我没有提到它 所以就被一些朋友就是 对 稍微提醒了一下 这就是Arostini Abruzzesi Abruzzesi呢 就是在意大利的Abruzzo大区 这道菜呢 起源于农村 是人民利用当地丰富的食材 所创造出来的 Arostini 以新鲜的米蝶香 大蒜和柠檬皮的清香香气为特色 口感香浓而清爽 这个羊煎肉啊 经过了烤制以后 它鲜嫩多汁 然后带有刚才这些香料的这个香气 味道非常的浓郁 然后而丰富 就是不吃还好 一吃就是精为天人 它那个羊肉不腥 然后它就是 因为被烤得非常的鲜嫩多汁 所以就是在嘴巴里面爆炸的那个感觉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那这就是今天影片的所有的内容 当然谁输谁赢呢 这已经不是重点了 重点在一个过程 我个人的经验 所以呢 再次强调 不要攻击我 也不要攻击其他人在留言区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希望你们订阅点赞分享 还有按起小铃铛 那就祝大家旅程愉快 然后谢谢你们选择 这一次的黄季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